大家好 我是民主青年的主席莫兆倫 大家可以叫我算的 很高興第一次今天和大家見面 大家好 我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在時事一丁見面 我是民主青年的秘書 我叫何志偉 大家可以叫我Angus 我本身是中學老師 Angus 現在完了 有沒有時間一起去看一場戲嗎 一起去戲院看戲就大花時間 今天很便宜 不過我最近很少去戲院看戲 通常我在家裏煲碟 煲碟 有甚麼碟可以介紹 我做教育 跟教育有關 這套戲叫暴雨嬌陽 英文名叫Dead Poet Society 有些任象 但很久之前了 我都不記得這套戲說甚麼 大概說甚麼 這套戲是很久年前的 90年代初拍攝 這套戲的主角就叫Robin Williams 相信大家都應該很認識 他在這套戲釋演一位中學老師 在一間傳統的學校入教 他的角色叫Mr.Kidding Mr.Kidding很希望 用一個非常反傳統的 創新的方法去引導他們的學生 讓他們的學生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 目標 方向 其實他們的方法也挺奏效的 而且他們的學生也非常愛戴這位老師 但好境不償 最後因為種種的壓力 可能來自家長 校長 校方的壓力 而令他們不能夠繼續在家學校教書 而放棄教席 看來這套戲也挺豐富的內容 很有意義 不過也是一個悲劇的收場 也很可惜 一個這麼有刻的教育工作者 因為社會的種種框架 令他這麼有理想 就被淹沒了 說實話 其實香港的教育制度 不是一樣是令人嘆息 大家想想 大大小小 這麼多的教育改革 又說接下來新高中學制 第一屆的學生準備要面對 他的第一屆的高中文貧士 聽說他們暑假都很忙 約他們打球 他們經常說要考試 暑假考什麼 暑假當然是非常忙 不單是考試也要補課 讓我講一下為什麼 其實自從新高中學制推行了之後 其實政府的原意 就是想為學生提供一個多元化的課程 讓不同程度的學生 都可以找到自己合適的課程 去繼續升學 但是當然理想還理想 實際上學生要面對的 是四科主科 中文 英文 數學和通識 不通識還要是很難的 未讀過的一科 中通都不懂 也有些學生都懂的 但問題是 除了四科主科之外 還有至少兩或三科的選修科 這些選修科的程度是非常艱深 比以往會考更加艱深 慢著 但好像以前傳統分文理科 我自己理科 雖然自己理科 也有些科目也不太喜歡 但沒得選擇 現在打破了傳統 可以讓我自己的興趣 需要去選擇科目 其實不是好了嗎 其實這也是理想還理想 現實還現實 理想新高中科學生的設計 就是民中有理 理中有文 等學生真的可以按自己的意願 和興趣去選擇科 但是問題是 很多學校現在開的課程 都是跟傳統的科目差不多 比如中史 歷史 科目 有三科目 其實學生真的有得選擇的 其實真的很少 要想一下 要應付這麼艱深的課程 對於一些能力 或者學習程度比較弱的學生 是否很難應付呢 我也知道政府 對於一些能力比較弱的學生 可能在中三畢業後 好像提供了多一點的出路 現在成效又是怎樣 其實沒錯 我也認識一些學生 他們在中三畢業後 就讀一些中諸文憑課程 又或者所謂的應用學習課程 即是實用課程 但問題是 究竟這些課程的認受性有多高 以及這些同學 讀完這些課程之後 可以怎樣繼續進修 其實這些問題也是未解決的 你想想一下 就算學生願意去讀的時候 家長是否放心給自己去選擇一些課程 所以其實政府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譬如清建展廠 讀完的認受性 好像仍然未足夠 不要說副學士 根本副學士 都是政府開採出來 都好像一個踏腳射 被人消化一些學生 等於有不足夠的學位 但他又覺得政府應該是否要帶頭做一些事情 讓這些學生有一個新的出路 其實政府願意帶頭做 我相信社會各界商界都很願意配合和支持 譬如政府可以開設一些職位 專門課這些畢業生出來 我相信政府這樣帶頭做的時候 商界都很願意去跟隨 去吸納這一群畢業生 還有政府也不知道聽多少 聽不聽呢 我還未說完 黃光昨天說 你現在要先捱褲 忍受一下 褲是慢慢來的 還有想問問你 知不知道新高中科學程中 有幾個英文的定義 第一個就是OLE 知不知道OLE是甚麼 Office Lady 那E是甚麼 我不知道 Office Lady Education 其實OLE是講其他學習經歷 譬如做義工 有空去探訪 諸如此類 還有有沒有聽過SBA NBA也有 SBA就沒有了 SBA就是校本平和課程 等學生放完學或放假的時間 回去跟老師回報學習成果 你想想又要做OLE 例如SBA還有IES 這些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用了多少時間 不單止學生 老師也受苦 所以今個暑假都不用支援 所以我也有三個英文字幕 你知道是甚麼 給你們 CCD 即是甚麼 44D 好厲害 過去幾十年 我們見到我們的政府 推人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 但每一次的改革 都是做了出來 難道好之餘 令到老師學生社會 也有很多的意見 更加辛苦 又達不到的效果 其實我們見到這些教育改革 是否因為政府往往都用 由上而下 不理會教育界的意見 也不看學生本身的需要 而草草想到這些政策 又要硬性去執行 所以導致現時的教育 不能不類的問題 是的 所以我也很想問 教育的官員 問你一個問題 究竟你知不知道 學生真正需要些甚麼 還有其實政府這一家 現在進行一個 對於教育非常重要的資訊 你知道是甚麼嗎 雖然說得育及國民教育諮詢 沒錯 即是接下來想著很快 在下學年度就推行 我也不明白 其實跟現時的中市通識等等 有沒有重疊的地方 怎樣去考核評審 究竟同學要做些甚麼 老師又要做些甚麼 這麼快推行 都不知道怎樣去消化 所以各位青年朋友 如果你們是有意見的話 請你們上去EDB的網頁 積極向政府表達你們對這方面的看法 沒錯 因為你們才是最大的持份者 最大受影響的一群 所以你們不發表意見的話 遲些就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這個教育 所以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即是暑假補課之餘 要做功課之餘 都不忘留意多些時事 要參與多些有意深深的活動 讓你暑假都可以放鬆一下 到底是否值得氣 明天吧 今天真的很忙 好吧 未說再見 好 拜拜 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